林文龍、黃翠嶼和陳志堯 這日就一起出席新劇的《殺科演》 提到早前林文龍在拍劇期間弄傷頭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大礙 但在現場目擊文龍受傷的翠嶼 回想起當時的情況都還是很害怕 現場看起來是很恐怖的 現場一撞到的時候 六爺躺在地上很久 因為真的很痛 我們大家都不敢見他 到他鬆開手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頭是很大 我們都以為一定流血一定流血 但是踢開球是不一樣的 跌頭功力 所以我們都很害怕 但是龍爺自己說繼續拍下去 我想想這麼厲害 這樣還能拍下去 最後我們拍完 因為之後還有點點碰碰 所以拍完最後才結束 龍爺之後才結束 這樣就厲害 雖然傷勢不是很嚴重 但是之後電視播出的受傷片段 就嚇到老婆和女兒了 我回家我女兒看了 在那個TV 那個什麼新聞 放了出來 她看了之後她就哭了 然後我回家之後她就抱著我 然後清了後我很多下 我就摸索了 沒事沒事 爸爸沒事 我看她流淚 我都心不舒服的 我看她流淚 我都心不舒服的 當然有了 當然有 至於陳志堯早前就和劇中的兩位好姊妹一起去行山 做了媽咪的Yoyo 還大鬚小蠻腰 不是 其實那個是一個運動裝束 其實那個也是一個運動的頭 所以運動應該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是啊